Hello 大家好 那么相信在这个新年过了之后呢 肯定很多人都想要持续性的有这个好运嘛 那么今天呢最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春节过后 家中的家居呢他们的摆设呢其实也是有讲究的 如果说你们这样做的话呢会残年好运 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呢就是 换沙发金可以让你们转运的 那么相信有些人家里的沙发呢可能都会铺一层的 这个沙发镜 可以让自己呢坐下去呢会比较舒服 再加上如果说有任何的肮脏的话呢 只需要把这个沙发镜拿去洗就可以了 就不需呢 去大费周章的把整个沙发也拆掉去洗嘛对不对 沙发镜呢其实呢它最主要呢是可以根据你们的这个时节呢去改变的 就是说呢 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年月份啊 或者是说呢这个春夏秋冬啊啊你们都可以跟着这些季节呢去改变的 那么你们可以选择呢跟这个时节性呢去选择特定的颜色呢去搭配你们的这个沙发镜 这样子呢就可以帮助你们达到转运或者是提升你们的运气的 就比如这个蜡月的时候呢你们可以搭配一些暖色彩的这个沙发镜呢让家里面呢看过去呢是没有这么冷的 或者呢你们也可以根据个人的五行元素呢来选择这个沙发镜的颜色 就像阴命火象的人呢他们是可以用红色紫色等等这一类的沙发镜的啦 可以增加生气之外呢还可以带来好的运势啦 那么第二个我们要谈到的呢就是声望财位转运啦 家里的财位呢记得哦要时刻保持干净整洁也要保持呢他们这个光线呢是非常充足的 这样子呢才能够让你们家里的财源呢滚滚来啦 那么相信大家呢可能都有看了卓格拉的这个九宫飞行如果还没有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九宫飞行的影片 让你们呢可以知道基本上的加今年的这个800位啊600位还有100位呢到底是在哪里的 当然还有你记本身原本就有的这个财位记得都要保持干净整洁的啦 那么当然啦除此之外来讲的话你们也可以呢就是说呢在你们的这个财位呢摆放一些万财的这些吉祥物 或者呢摆放这个万财的风水植物都是可以的 那么关于这个风水植物呢昨天也是有拍过视频讲的 大家呢也可以呢看回去那个视频啦好不好 那么这一些呢你摆放的话呢都有效帮助你们提升你们的风水的格局 也就是提升你们自己本身的这个财运的好不好 那么第三个我们要谈的呢就是这个家居转运 那么要整洁家里呢记得一定要定时定后的呢去保持你们家里的 家里面的整洁干净的 这样子的话呢才会有利于呢就是调整你们的这个运势 还有提升你们的这个运势的 那么当然在农历新年前大家都知道了 肯定你们呢是有做了很多的这个大扫除的部分嘛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之后呢记得定时定后呢都要去做下这个清洁 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家里呢就是不满太多的灰尘 那么灰尘呢也是会吸引这个负能量的 也会带来这个厄运的 当然如果说你们自己本身的家里面呢 你可以在财位的部分啊或者是说呢 在一些需要化解的部分呢你可以摆上这个欧根 那么它也是有助于呢帮助你们把这个负能量呢给吸收掉 转换为正能量的 那么当然财位的部分呢当然是最好摆上这个招财的欧根的 那么你们的财运呢就会节节上升了好不好 那么第四样我们要谈到的呢就是这个换传品的颜色 那么前面的第一样我们有讲到呢就是这个沙发巾嘛 那么其实呢你们的传品的颜色呢也是可以帮助你们提升你们的浴室的哦 那么如果说你们的传品的这个颜色哦如果说你们把它换去鲜艳一点的呢是比较容易提升你们的这个运气的 还有你们的这个气场的其实这两个东西呢它们是相关联的 如果说呢你的气场不好那么你的运气自然就不好 或者说你的运气不好呢也会影响到你们的气场是不好的啦 那么如果说今天你的五行呢是不记红色不记这个火的话呢 那么你们可以换上一些粉色或者是红色的这些产品 这些的颜色呢是最有能力提升你们的这个气场的 当然如果今天你本身呢五行呢是属金的而且还是若金的话呢 那么就不要用粉红色或者是红色了好不好 那么传品如果你换上这一个红色或者粉红色呢 其实它不仅呢可以让你感觉到热情温暖之外呢 就是说这样子的热情跟温暖呢可以提升你们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 而且呢这个颜色呢其实呢它绝对呢是可以提到改善运势的这个作用的 特别呢就是像我讲的在感情的运势方面啦 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帮助你们在事业上面呢可以红红火火的 但是记得记得如果今天你是属金的人就不要用 或者是说呢属水的也不要去用 那么我们就来看今天的最后一项就是穿帘呢也是要换颜色的哦 那么在穿帘这个部分呢你们可以为你们自己的这个穿帘呢 换上一些暖色系的这个穿帘的 那么可以让你们家里呢增添一些的这个暖和之气 让家里呢会越加的暖和 这样自然呢你们大家一起住在一间家里面的时候呢 光系之间呢也都会比较暖和一些 不要说呢每天吵吵闹闹啊或者是说爱你生气我我生气你啊 这样子整个家的气场都不好 那么你们想要身材呢也都比较暖一些的啦好不好 但是记得穿帘的颜色呢最好呢都是一些的 荡色不要太沉重的颜色 当然如果你的房间的穿帘呢你想要用一些比较暗的颜色 让你们睡觉睡得比较舒服一点那绝对不是问题 记得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把窗帘给打开 让房间里面呢也充满这个阳气 至少呢会把这些阴气或者是你睡觉的时候呢 所产生出来的一些的负能量呢给把它给去掉 当然可以的话呢也开上窗口 那么有些人呢可能会怕说有这个昆虫啊或者是些蚊子啊可能会跑进来嘛 对不对那么你们就可以放上一个这些纹纱之类这样子去格挡他们 那么如果说呢哎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开窗啊 或者是说你睡的房间呢刚好呢就是那些窗如果你开的话呢 反而是会有一些很不舒服的气体 或者是说有一些不好的风水角度呢会对着你的窗口的话呢 那么你们就可以在家里面的摆上这个欧根在房间里面呢去摆上它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帮助你们家里去调整的 那么记得在大厅啊或者是饭厅啊这些地方呢 如果说呢你们是需要放窗帘的话呢就不要放深色的 记得要放暖色系的 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帮助到你们提升你们的这个运势的啦 好不好 好那么这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影片见了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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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